新婚之夜 孙花头戴面纱 在闺房内等待富二代丈夫春宵一刻 可是富二代在玩弄完她的感情之后 却悄悄地逃离村庄跑回了大城市 一夜之间 小花成为了整个村子里的笑话 平日里在她这里竞购核桃的商店 不再买她的货 就连平时交往叫好的朋友也不再见她 小花感觉到她在这个村里已经无法生成了 于是一气之下她跑回家中 拿出了抽屉里的手枪 准备去大城市找复兴汉算账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富二代小帅之所以在新婚之夜离开 是因为那天晚上她接到母亲的电话 得知家里的公司破产了 父亲背负外债连夜跑落了 别墅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 而当小帅回到家里时 才知道破产带来的灾难远比想象的大 家里的别墅将被银行收走 亲爱的红色跑车也被装上了拖车 于是小帅不得不放下尊严 找到以前父亲的好友寻求帮助 可是眼前两个视力眼叔叔却告诉她 友谊的关系和商人关系是分开的 表示他们帮不了任何忙 夜晚 想要找人帮忙四处碰壁的小帅 约出了青梅竹马的女伴在餐厅想要诉苦 就在两人煽情时 小花却在远处看着她 当小帅看见她的时候 小花立马就转身离开了餐厅 小帅见状急忙追了出来 她想要向小花解释自己遭遇的不幸 可是失去理智的小花根本不听 随即就拿出手枪对准小帅 虽然小花并没有开枪 但是因为她持枪上街 很快警察就来到现场把她抓了起来 被带进橘子的小花只能电话联系领养妈妈寻求帮助 于是第二天 她就被一个陌生女人保释了出来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是小花屯父异母的姐姐 而她的父亲更是一个超级富豪 小花从一个农村村姑 瞬间就变成了富家千金